在西红市首付中 其实二爷给王多宇的考验根本就不算数 因为无论他成功与否 都会得到任何巨额遗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一开始的投资项目就违反了游戏规则 小聪明说要把北极冰山运到阿拉善 还记得赌约第一条规则是什么吗 首先你必须在西红市内合法的化光这件事情 显然去北极运冰山就已经违反了规则 但作为裁判的老金并没有判他失败 甚至还和王多宇合作 以近乎慈善的方式推出了脂肪险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二爷留下的遗嘱有两百 这说明二爷早就做好了准备 无论王多宇成功与否 这笔遗产都会归他所有 而一个月内花光十亿的挑战 其实是为了让王多宇不被金钱冲昏头脑 将其任何一个普通人 在拥有巨额财产后都会报复性消费 所以二爷才会想出这个挑战 让他尽情享受 得到巨额遗产后不至于败光 而真正的考验 其实是让王多宇在金钱和人性之间做出选择 比如用二十万买他踢甲球 比如放弃三百亿就下烛 所以老金才会说 二爷也这样夸他 金钱没有推食你人性的光辉 你配得上我的遗产 所以 二爷是为了让王多宇得到巨额遗产之后 不会迷失自我 丧失人性 这才是二爷留下考验的真正目的 如果你是王多宇 你会选择拿一千万走人 还是选择花光十亿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花光十个亿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有各种规则束缚 第一 只能在西红市内合法的花钱 第二 一个月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 第三 不可以赠送和做慈善 第四 每一笔钱只能用在自己身上 第五 只能雇佣不超过一百个人 并且必须接受他们的等价服务 第六 不得损坏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不能哄抬物价 超过市场的最高标准 那么 你敢接受挑战吗 事实上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完成挑战 比如电影中就请了明星王力宏 那么我也可以请一些各种大派明星来为我表演 都不说好莱坞演员了 就国内一线演员 请一次少说要一千万吧 刘德华的片抽都要一千两百万了 那么同时请十个就是一个亿 一个月的时间请九十九个 绰绰有余 最后一千万请周杰伦 让他赶紧把新歌写出来 再比如自己拍电影 请世界顶级导演和一线演员 用现在最顶尖的拍摄技术 和最高超的特效团队 把自己打造成主角 恐怕十个亿都不够花 拍出来的电影不上映 把版权免费给各大平台播放 就算挑战失败 自己也成明星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往游戏里刻金 顾一百个人夜以继日的课 反正某游戏公司说了 游戏中的资产不属一个人 玩家只有使用权 没有交易权 那么游戏里的资产 也不算自己的 听见没有 再不买就买不着了 赶紧去快 快快 你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吗 不妨导动大开留言评论吧